接下來你們要做在職業球會裏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賽事是亞洲族協盃 對於你們的心態如何去面對或應付 或者壓力會不會感覺到很大呢 面對著一些自己不是常習慣的球隊 心情是怎樣的呢 心情有點緊張 不過其實都很期待一個比賽 因為始終可以代表香港踢大協盃 不是一個娛樂機會 很難得 剛好今年東方就有一個機會 又可以踢到東方協盃 更加可以代表香港去打大協盃 其實面對一些比我們香港強力的球隊 其實自己可以懷著一個學習心態 以及重量去表現自己 下日呢 都是對這個孤獨有壓力的 因為知道自己也是學習的 在這個外契盃 對一些強力的自己的角色 都是學得很多 接下來看過阿日這幾場比賽 你自己的信心會不會大了 會大了 會大了 因為我見你的活力比季初是多了很多 而且進入了中路 你會不會習慣在那個位置上 開始慢慢習慣 初初不是很適合 因為一開始季都是太容易 但我已經整個季都打了中間 所以… 阿輝 會不會怕對手的高空攻勢 或者對方的身體對抗性比較強 那你的位置是最後最重要 會不會說有些特別自己加操 或者他有些什麼方法去應付這些對手呢 有啊 做健身 我們都有做健身 開始去做一些比較重量的重量 去面對這個魅力 希望可以自己身體對抗性高一些 至於應付高球方面 會比較好一點 其實對高空球方面 我信心都可以的 不如不會有人去差 希望真的可以去幫球隊去打到最後一段時間 接下來對自己的表現 會不會有些什麼期望 期望穩定一點 下股牌1、2的接下來的比賽 因為上次的季其實 自己都很飄花 一時打一時打一時打 我希望在接下來的下股牌 可以更加穩定 例如幫東方 例如聯賽高可以增加更多程式 或者在聯賽中可以爬上高的位置 下股呢? 減低自己的失誤 現在是下股貴做主要的 那我失誤太多了 很想幫上女朋友的 升上高一點 沒有那麼快 OK 多謝你們的接受這次訪問 1 3